對於衛福部把這個拿市場機制來當成一個藉口 提到這個快篩的這個費用的部分來講 我想民眾應該很清楚 如果我們以台灣以這個市場小 所以它的價格高 如果這個理論基礎是正確的話 那我們試問新加坡的市場會比台灣大多少 它是不是有同樣的問題 那如果新加坡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以台灣來講它的快篩的費用會高 那其實實際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真正的事實應該是政府呢 對於民眾的這一些的防疫的需求呢 從來就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如果你事前就已經知道了 快篩是防疫裡面的必要的物資的話 你在事前做的規劃 那麼你有規劃 自然它的供需的問題不會產生 像今天台灣所面臨的情況 如果真的是市場的供需的這個需求 所造成的話 那這個需求的其行的發展 也是因為你行政部門 不預先的做準備 預先的規劃它所造成的 這些的防疫的物資呢 它是民生它所需要的 所以呢我剛前面提到的 政府應不應該介入來做一個規劃 當然答案是必要的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防疫的期間 現在其實政府在討論到的是 要不要紓困還要繼續的延展 為什麼會有需要紓困 就是後疫情時代的經濟的發展 民不聊生 有這樣的一個民不聊生的情況 民眾又有防疫的這個需求 那當然這個價格應該降到最低 那萬美町提出來的降到100塊錢以下 我個人也贊同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像我們的十一柱型一樣 它是我們在防疫期間必要的一個物資 所以它一定要降到民眾能夠負擔的程度 民眾才好配合政府來做這個防疫的相關的措施 當這個民間提出來說 是不是要像別的國家一樣做快篩的時候呢 政府自知不理 因為自知不理 所以對於相關的一個物資的一個供應的規劃呢 它也沒有放在心上 所以今天才有這樣的情形 如果今天提出來能夠直接從300塊錢降到200塊錢 甚至降到100塊錢 表示這是可為還是不可為 它答案當然是它絕對是可為的 那可為而不為 那是什麼原因造成 它其實就是政府的不作為 不關心民生它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我記得我在4月1號 當這個新名詞出現 所謂的新台灣模式這個名詞出現的時候呢 我就問過蘇院長 什麼叫做新台灣模式 那新台灣模式呢 到今天為止 今天已經是4月13號了 但是呢 什麼是新台灣模式的內容呢 還是不清不楚 因為中央對於它所實施的一個政策的內容呢 因為它講的不清不楚 民間自然有疑惑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從今天開始呢 已經看到地方政府 包括雲林呢 它對於這個學校的這個政策呢 它已經有不同的一個政策出來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政策出來 其實也就是對於中央的政策的內容 它不明瞭 然後呢 中央的政策對於防疫的部分 對於疫情來講 我們看到中央呢 它在開會的時候 居然 包括這個新北也好 這個台北市也好 這些的北市新北 雙北的這個地方政府呢 它都沒有參與 所以試問 如果你是用想像出來的解決的方式 是不是能夠務實 那家長當然不滿的一個原因呢 是在於家長也會關心自己的小孩 他到學校上課 他的安危 那當然 另外的問題牽涉到 今天財政委員會也會問到 就是關於防疫險的部分 很多的民眾呢 他有保這個防疫險 但是呢 保險公司理賠不理賠 我們看到實際上面的數字顯示 它理賠的範圍很低 所以今天待會財政委員會 我也會請教金管會 對於保險公司 今天防疫到底我們是要照顧民眾 照顧百姓 然後讓防疫的成效能夠彰顯 然後讓經濟可以正常的發展 還是說我們在乎的是特定的產業的公司 比如說保險公司 否則的話 為什麼民眾的防疫險的部分呢 可以家長居家照顧小孩 可是他是可以不賠的一個情形 這些凡此種種呢 其實都證明了一件事情說 當你政府在規劃的時候 你沒有跟相關的民眾 相關的產業 相關的地方政府做溝通 他的後果就是你自己憑空想像出來的 一個政策 不但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更嚴重的是 他沒有辦法務實解決民間 他的需求 我們一再的呼應 是應該要在對的人 做對的事情 那陳部長 當然民間現在看到他的是說 像現在看到疫情的情形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嚴峻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陳部長 他去走他的一個行程 那雖然我是這個在野黨 但是我還是想說 如果部長他的心思是在於選舉的話 其實他不應該坐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至於是應該誰是接他的這個位置呢 我覺得我在這邊還是呼應 要是對的人 懂功位的一個專家 然後很務實的能夠做横向的溝通的 能夠把今天所面臨的問題解決的 這樣的人才適合 那至於陳部長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的心思不在 那我們從過往的一個成 這個成效上面也看出來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 超前的這個部署的情形產生 所有到今天為止 所有的防疫其實都是民間在做 都是民眾在承擔所有的後果 所以如果他心思不在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不要勉強 說不定換一個人的話 他能夠把心力投入的話 其實會對民眾來講 他是一件好事 水神抗菌液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營營的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好可以有折扣哦